牛承哲被報現金後 生意兩天六日在網上寫下 自己將承擔一切 會主動道案說明 7日早上8點半左右 他在律師陪同下現身 踢了個大光頭 配上大墨鏡 似乎像是在對外界懺悔 但現場媒體實在太多 幾乎陷入混亂 讓牛承哲寸步難心 甚至臉被擠歪 有一度還露出詭異笑容 令人不解 應訊大約三小時左右 牛承哲表情凝重 走出禁居接受訪問 其實在司法之外 有一場公審已經在進行了 我已經被判處死刑了 我承哲已經死了 不過牛承哲 僅講了自己想講的之後 就轉身離去 據現場媒體轉述 他離開的時候情緒不太穩定 不僅推了擋著路的女記者 還踹了路邊的垃圾桶 這樣的脾氣 真的是讓大家嚇到吃手收 非凡娛樂台灣報導